在前不久的新闻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福建舰甲板上遮挡弹射器的罩子已经被拿掉了 还有舰载机的模型已经是被放到了甲板上 所以有网友就猜测说福建舰是不是快要海誓了 也快了 我想也为期不远了 航母的建造和使用实际上有几个阶段 首先一个就在航母建造完成以后 要进入一个西装阶段 那么对航母上的一些系统 包括武器系统还有同性电子系统进行西装 那么这一切都结束以后 那么要进行在港口码头上的技博试验 这技博试验主要是想试验一下 这个静态状下我们的这个动力系统 还有武器装备系统 同性电子系统能不能正常运转 还有一个这些装备之间 系统之间又没有相互的干扰 技博试验主要是由工厂来进行 那么到了这个海事阶段 那么左右海军官兵要接手 那么和工厂要一起来进行这个海事 这个海事呢是在真实的海况下进行 甚至有时候经历一些大风大雨 高速的机动的情况下 它又没有什么变化 等海事这个期间发现的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下一步就该正式交付海军使用 舰载机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 那新的航母是不是也要有新的舰载机 包括舰载无人机 舰载预警机什么 是的 现在我们进行这个侦察预警 那么这个因为是华越式起飞 那么固定翼的预警机 它都很难上舰 那么未来也有舰丝弹射的时候 它就可以将固定翼的 这个大型的预警机上舰 舰母的做侦察预警能力更强 这些年应该说咱们这个海军的装备技术 发展非常的快 你比如说这个舰船 每年下水的舰船都很多 所以我看有网友就很形象的说 就跟下饺子似的 那未来我们海军的装备技术 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其实方向我想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航母 未来这个方向 那还会不会是核动力 现在还有我们这个飞机起飞是华越式起飞 未来我们使用电磁弹射的 那么从飞机舰载机来讲 那么很突出的一个就是 无人机在航母上的使用 一架或者几架战斗机 它可以指挥这些无人机来进行战斗 比如说突破对方的防空系统 那么先用无人机 所以说这个无人战斗机 或者无人侦察机 未来的使用肯定在航母上会越来越多 正常 并且会